同学们好啊,这节课老师想和你们玩个游戏 我说一句是你们自己拼出押韵的下一句 老师这不就对对联嘛,我们都会 赤马娜我倒要考考你了 问君何不成风起 扶腰直上九万里 哦很有意景 那么刚刚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你那么牛逼你怎么不上天呢 不管怎么说听起来很通顺 老师请加大难度 赤马娜你可听好了 啊这个音乐要开始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千金难买寸光阴 一寸光阴一寸金 三寸光阴一个星 云响一赏花响荣 朱响发夫人响红 小河茶露尖尖角 青龙埋连某不挑 两天长啸出门去 未来已当初叹息 垂死并冻金座起 燃烧我的塔路里 昆山玉随奉黄叫 幸运女神在微笑 少小离家老大回 安能变我四十熊 班长答得非常不错 就是不知道其他的同学 奉我过来 既然如此 那么 成都策判千封过 住在山里真不错 青州已过万重山 全方带路孙孝川 设置头上一把刀 鬼刀一开回首汤 七月七日长生殿 德马西亚大宝剑 忽如一夜春风来 洛克萨斯断头台 穷人孩子找当家 别人脑坡顶呱呱 发山除水凄凉地 Come on baby fuck me 但是龙城飞降战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你们可真是南村群同欺我老无力 轮流play with me啊 上一期考生侮辱视频出了之后 听说你们的考试成绩都有所上升 为师甚是欣慰 啊 老师你听谁说的 体育老师说的 啊 那确实 所以为师准备 今天再来考考你们 老规矩班长先来 没问题请加大难度 是吗 那你可听好了 啊 又是这个音乐来啦 人看成你测成风 期末考试有点慌 人生若子如初见 残他身子你下见 四十万人齐结甲 从此君王不找潮 云在西湖月在天 小丑近在我身边 立拔山西气盖世 民家有女初长成 商女不知王国恨 何将由唱松结棍 飞流直下三千尺 卧槽旺带卫生纸 双叶红云二月花 阿普库登斯搭搭 斯搭搭 啊这 居然敢刷不住坏话 感觉也太搭了 不错嘛 不愧是班长 居然敢说出我们平时 不敢说的话 就是不知道其他的同学 老师你尽管出题 既然如此 那么 为君持久劝邪阳 你我皆是战犯王 问君归期未有期 可有大哥带吃鸡 悲欢离合总是后 接着昼月接着午 垂死病中金做起 苟延谈船又一年 三万青山楼外楼 你在中逼我在愁 岳伯情怀敬酒家 美食界里我喇叭 清草池塘处处汪 你是来拉屎的吧 两个黄英明翠了 那不单身道永久 道永久 现在的年轻人胆子这么大吗 各位同学回答的都非常不错 不仅很押韵 而且勇于挑战邪恶势力 不仅让为师想到了年轻的时候 真是老夫疗发少年狂 一点猪唇万人肠 没完了是吧 哎 最近油价也太贵了 为了给车加油 我的药要吃不起饭了 吃不起饭那就吃我 哦 精心给你准备的料理呀 哦 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我给你准备了老痰酸 啊 酸萝卜 啊 还给你买了 双慧 啊 买了双慧唱歌的高跟鞋 啊 啊 为什么是会唱歌的鞋子 因为我喜欢唱歌呀 就你 我看你就是个 嗯 你就是歌姬吧 啊 啊 行了 赶紧吃饭 下午还要去逛街 我不去了 我要去约会 啊 你什么时候找男朋友了 他都网店 今天准备奔线了 笑死了 就你还要网店 他一定没看你朋友圈吧 那图给批的 嗯 都没有本人好看 啊 不过你也不要隔三叉五就发自拍呀 我都服了 嗯 要发就天天发 我一天不看浑省难受 这还差不多 像我这种美女谈着恋爱还不正常 笑死奉承你几句就开始吱射起来了 像你这种人 嗯 我剑一个爱一个 网店须谨慎可别上当了 才不会呢 他说他喜欢我的善良和我的剑 啊 剑多识广 啊 他还喜欢我的凶 哇去 这也太狂了吧 凶 兄弟就是我的老弟呀 啊 啊 什么 别装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就是Gang 啊 Gang是猪猪呀 啊 我去 我真是瘦 啊 受不了了 啊 你知道你谈的网店男朋友是谁吗 啊 难道说 我不信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还说不是你 真的不是我 我手机没响啊 哈 出了这么多气 终于有我的戏份了 哟 儿子这么用功呢 我在复习呢吧 明天就要考试了 爸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个事 你花钱花光了 不是 听兮兮也谢了 在你心里为父是这样的人吗 那可不 今天我和你妈去算命 算命的说我命你缺金 你妈少水 生了个你缺金少水 缺金少水 所以我和你妈准备给你改个名 补点金和水 难道我以后要叫王金水 那多难听 不如叫王大干 你觉得怎么样 你还不如让我去死 其实叫宝宝也行 因为宝宝金水 开玩笑的 我给你想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高大上的 就叫预言家吧 因为预言家发金水 爸你还是出去吧 明天要考试了 我复行了 不就是考试吗 儿子 莫荒 老爹已经给你找好关系了 后台很硬 但是考试流程还是要你亲自去走一遍的 真的吗 没想到老爸你这么有本事 我会调整好心态 好好发挥的 对了老爸 你找的谁呀 观音菩萨 真是费心了你呢 不过你应该找文书菩萨 我找的颂子观音 如果你考不好 我和你妈就再要一个 炒 圆醉梅迪花 火红的沙日郎 看样子你挺轻松的嘛 还有心事唱歌 嗨 区区一个期末考试 我怕什么 哦 他就考什么 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再看看你们班那小红毛 次次都考第一 那要是我考第一又如何 那我一定高兴死了 放心吧 爸 我是个孝子 什么意思 是不会让你死的 真是孝死我了 老爸 昨天中午你干嘛去了 那个时候你老爸肯定在上班呀 对呀 对呀 当时我和我的美女老板在他的办公室激烈的 玩四人斗地主 哦 是吗 那我怎么看到你从隔壁王阿姨家偷偷摸摸走出来 什么 老公 难道你 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难道你丢了工作 怕我们知道之后产生压力 所以白天才躲到王姐家里去 我看他就是跟王阿姨有一腿 哈哈哈哈 你们都错了 哦 那我就放心了 我和你王叔是真爱啊 儿子 啊 老婆 对不起 我辜负了你 没关系 我理解你 啊 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 你说吧 我不会介意的 其实认识你之前我整过容 我不在意这些 整了五十次 你这是诈骗 你还背着我去找小山呢 接受不了就离婚呀 渣男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了 谁是你爸妈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 啊 老公你怎么能把这些都告诉他 他还是个孩子呀 闭嘴你这个伪娘 啊 不是说永远不提这件事的吗 啊 这是什么情况阿姨 怎么信息量突然这么大 我老子有点赚不过来呀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儿子这不是做梦 生活就是这样 处处充满着惊喜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在我的家里 他又是谁呀 搬家后半年都没有告诉你 这房子其实不是我们的 啊 其实我和你妈妈都不是地球人 啊 时间到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要好好活下去啊 加油 儿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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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起来 谢谢你 谢谢你卖乐鸡老 我喜欢把卖乐鸡块做成变态了 我谢谢你皮燕子终结者 那这么说来 我也是你们的英雄 您作为人民教师 本来就是英雄 我的意思是 我每次都占用你们的阴体美 所以我是家杰士 我是一名痴疮患者 医生让我每天做一百下提纲运动 我每次都做一千下 你好钢铁侠 我帮我的朋友问一句 提纲真的有用吗 有用 我现在放屁如打雷 拉屎如射箭 连分量都是以前的两倍 你好贝多粪 我每次玩完鼻屎 都把它插在桌子的背面 你好使徒行者 我是一名厨师 每次做肥肠都不洗干净 故意多留点料 我谢谢你骆驼详志 我是买西瓜的 每次看到卖生瓜蛋子的 我都会多批的 你好二批 我是一个牙医 每次给人拔牙的时候 我都会多拔一个 那你很棒棒哦 呀没得 我是一名二十出头的程序员 每次写程序 我都会加几个Bug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外号 叫Bug 我是一名护士 从业三十年 从未扎错针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叫金针菇 我是一名骨科医生 每次给患者做手术 都多送他一根骨头 没错 我就是古天乐 我是一名外卖小哥 每次都会让客户多饿几分钟 江湖人称范冰冰 难道不对吗 对对对 我从没有在社交平台 发过一句评论 那我应该叫什么 你好贫困户 我每次在B站看视频 都会三连 谢谢你爸爸 不用谢你的视频 我从不三连 为什么 因为我是 猪猪侠